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钟翰良新剧还没开播就有热度 女主来自琉璃,剧情月中有甜 无论是哪位导演,谁都不希望看到拍好的作品 未能满载而归,这样的作品等于砸了自己的招牌 也逃步了一些网友,对此部作品的一片骂声 所以,每次推出一部作品非常慎重 挑选的演员,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容不得有任何闪失 他们更愿意邀请一些很有底气,有实力的演员 比如说钟翰良 他的资源非常丰富,有些新作品还没有开播 已经逐渐升温,比如说永风清 邀请的女主角来自琉璃,剧情月中有甜 每位演员的打拼精力千差万别,悟性很高 有天赋的演员,有着极多的优势,仅仅通过几年时间 获得了别人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才能够拥有的成绩 当然,有时候机遇和好作品,也是非常重要的 说起钟翰良,论其实力,称得上是一位资深老戏骨 网络上的反馈,也是清一色的好评 只要他参与的作品,总能看到一群大家实力助阵 几乎能够得到满意的答案,这些作品具有很大的优势 有人夸赞钟翰良的演技,经过千锤百炼 任何细节,即便一个眼神,也能描绘得有声有色 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轻而易举将观众的眼球抓住 网络上爆料了许多消息,他再次参与了一部新剧 仅仅只是筹备开拍的作品,但是,热度已经逐渐升温 涉及的作品永风清,通过剧组透出来的信息 了解到剧情特别甜,也有虐人戏份 此部作品,寻找一位有实力的女主 显然非常重要 一般来说,一部作品找到适合的演员 让他挑起影视剧本中的人物,也就成功了一大半 有些导演的眼光非常厉害 观众第一眼看上去就被认为非常贴身 好比给他量身定作 这些作品明显占有了优势 从而可以创造出更多热度 或者成为为波鲜火的作品 以钟翰良的能力,无论于老戏谷 或者一些刚刚跨进演艺圈的艺人合作 配合默契程度 没有任何疑问,绝对能够让观众收获许多惊喜 有相当多的话题指向了女主角 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为什么这么形容? 因为与男主角之间的年龄差距也是比较大的 近几年获取的一系列成绩,让人刮目相看 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他有能力挑战更多高难度作品 仅仅得知一系列的带播剧 或者已经筹备的作品 可以知道他到底有多大的实力 他就是凭借仙侠剧 彻底改变了以往不火状态的袁冰岩 成为了不能会忽视的一位女星 一位演员的能力有多强 跟他参与的影视作品 有着极大的关系 经常参与一些高难度的作品 绝对称得尚有底气 许多粉丝逐渐发现,一些甜美可人的形象 已经不能满足袁冰岩 慢慢转向一些还未涉足的领域 或者难度更高的题材 彰显出他的实力 即便与他合作的一些演员 也是非常广泛 从而衬托出演员阵容相当豪华 有当红的也有顶流的 或者一些资深老戏骨 为作品增添更多底气 剧组自从曝光了永丰青 陆陆续续带来了许多话题 也有进入热搜 凭借钟翰良的演艺风格 吸引了一大波粉丝 不得不关注此部作品的任何进展 或者话题 导演挑戏的女主角 也是非常有底气 也有人琢磨着剧本中的甜蜜故事 包括她们之间的互动 到底能够带来哪些惊喜 对于这些答案 只能够等待作品开播之后 给大家解密 对此你有何感想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